安東明勒山老母店工程的建設 在完成第一個300天的工期後 已經將基礎發起的工程 也就是地基的工程全部完成 隨即展開地面上的園柱架立工程 那麼根據工程事務所所統計的資料 第一期300天基礎工程的施作 總工程費用已高達1億5千萬元 販賺成每一天的工程費用就要50萬元 而在進入地面上的工程之後 它的工程費用會再增加大約到每一天100萬元的預算 龐大的經費通通來自全球關心 與付持安東明勒山建設的稻青不失的捐助 隨著工程的進展 全體稻青們要把握住最後千載難逢的行公了願機會 三思並進 廣邀有緣人 一起來駐建安東明勒山 在未來不到600天的工期 能夠順利完成安東明勒山腦母殿的建設 共創一片白羊聖地的殊勝 為廣度有緣 與其道開萬國九州立下不朽的事業 那麼地面上第一期的工程 是將母殿內圈18支圓柱 外圈18支圓柱總計36支圓柱架立起來 外圈圓柱是採用綁鋼筋圓形紙模板在灌漿的施作方式 而內圈圓柱則是以鋼構內外灌漿的方式來施作 它的目的就是捐據了防震防火以及能夠承受最大的外力所設計的 每一支圓柱高有15米直徑100公分 內圈鋼構更焊有簡力釘 以加強混泥土與鋼構的握火力度 以加強強度而能夠承受更大的外力 預計結構分析師的計算 安東明勒山腦母殿的圓柱鋼構每一公尺焊有80支簡力釘 也就是說每一支15米高的鋼構共有1200支簡力釘 可說是頂天獨立 撐住了腦母殿圓形屋頂的重量 有如腹法金剛一般 永遠附持著安東明勒山腦母殿屹立不搖 腦母殿這門口是採開放式廊柱空間的設計 並沒有外牆 而在靠懷恩堂以及地下室的部分才設有外牆隔離 在進入大門的內外牆四支圓柱的中間 會有一尊迷了祖師的聖像坐在這裡 揭引有緣眾生 就是目前大家所看到的安東道清工地建造 林兄所佔的位置 林兄慈祥的面容 負責認真的工作態度 洋溢著祖師歡喜圓滿的氣息 的確是白羊傑出的地址 目前36支圓柱均已駕立完成 進行的是鋼購內部灌漿的工程 鋼購內部灌漿是由下而上 利用壓力輸送到頂端的方式 不同一般灌漿由上而下的灌 灰泥土也經過了嚴格的檢測 必須達到結構分析的壓力強度 從空中看安東米勒山的36支圓柱 可以說是所謂的錦領36元將 18金鋼賦華生 感恩上天賦用 老前人厚德大力聖靈賦慈 安東米勒山工程順利圓滿 以上是安東米勒山訊物網 在安東米勒山老母店工程現場的報導 最後一會兒 kita趕快去詐 cuer辣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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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